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北新聞 我是丹宜君 新聞一開始我們首先來關心 這是國土三號酒吧157.6公里的所在 就是萬里附近 驕你再次上班的時間 九六度搭車 有一台大會車 沒有互動就撞到頭前的轎車 一台撞到一台 總共是有10台車連環洞 有六人輕鬆 請後來歡迎懷疑 有可能是大會車的動車設定 造型了車好 10台車連環 追撞 順甘向前面客氣 中央的小客車就真正有夾身旁一樣 一台比一台嚴重 懷疑造輸的車兩 是拜日最後面的大會車 它是在校氣跟安氣 是從台中港出來的 它是因為過半以後 沒有注意到前方車子速度減慢了 然後就撞上前面的九部車子降火 車火的地點在國度三號 北上157.6公里 人命上車 年紀大約20到50歲不定 主要是現場阿嬤軍部疼 腳手切胸 目前生命真相當穩定的 另外一名男性因為老震盪 目前能來留院關照 剛好是上班時間交流到車桌 發生事故住來端測的火堂 警方粗暴調查 火車加速不喝酒 上市的原因單台調查 台新聞中央報導 以後健康 我們來關心臺灣的燃獎 五十歲到六十歲 根據統計 有百分之五十 都有六號三倍堂的問題 在台中就有自衛生室 六號三倍堂是一百人的十倍堂 就像是聯合一樣 拜日做生困難 擠的時候尿不出來 尿不乾淨 尿完還要像尿這樣 七十多歲中山市 說出了六號三倍堂 犯家的心聲 台中一名五十六歲南省 四五年前就開始出現 這款的鏡頭 最近白療 感覺困難到便宜檢查 六號三倍堂是正常人的十倍 一百人大概像這樣 大概二十克吧 二十克大小 那我們這個表最大八十克 其實就已經四倍大了 它到兩百克 所以大概已經是一顆 大概一顆蘋果這麼大了吧 一般正常的六號三大約二十公斤 用電動靠毒出損 出火量減很多 然後三倍堂的比雷 會隨著年齡增加 五十五歲以上的南省 若是晚上經常起來放流 也是流速變萬 放不成長的情形 最好愛冠軍主義 戴新聞 戴東博德 主席海岸百分委員 主席進行更實會 今年第一提出連三五天 今天在新八市 主席幫救警司回來開業 來自二十六個國家地区 四百五十六個 海岸幾天回來參加 其中有337人準備襲警 包括有三位來自莫山比克 本土自甲 豬富士林 蔡大林寺責 還有豬諾寺責 阿嬤的大董事下 是發生理行菩薩道 迎接海外親人 台灣地主隊分成十八公領祖 導致終於五百人 你這樣一個 合和互協的精神 為的是 讓大家有回家的感覺 回家的一段 尾州四個國家都要配 一萬多公領祖 今年莫山比克 有三位如願受情 三位一代氣旋 當當創胸莫山比克 除了發紅現場 學她的信念無處不齊 MASTER SCHENGEN 在工作了很多 當我看MASTER SCHENGEN 我會引起 我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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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 SCHENGEN MASTER SCHENGEN 我引起 我引起 MASTER SCHENGEN MASTER SCHENGEN hotchENGEN 我引起 我引起 我生日 我有疲惰 但是 在 druk 我引起 我引起 台新聞 蕭智杰 徐英豪 台北報導 继续来关心福利兵的地团 主席今天在明达纳河岛这边 在区域的抗灾行动准备结束 不过差不多每个小时的政策 到处都到处 主席今天亦记录各个社区的诉求 希望说在第一阶段 向政材料后的档 就继续来揽作中间处 帮助川民心灵有驾驼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独鲁难镇的巴拉伊索里 在记者的左手边看到 绿色建筑物是他们的卫生所 黄色建筑物是他们的礼办公室 旁边还有日照中心 这个里从10月中旬 就开始一连串的发生强震 包括他们的信仰中心教堂 在第三次的主证之后 也全部倒塔 除了吉江李明达纳尔岛在当宅库的不知道 大家最后吉江发现宅库 除了民众的厨房去 信用中心也就是同样 这个是没有宅库的 这个是教堂的 水泥的都很容易倒 你也不理高等经过两百的地堂 变成现在这样 跟当地民众在高等完全倒去进行 将吉都用的厨房搬出来 它是第一次它摇的时候 它已经看到有泪痕 它们就感觉到要马上搬出来 但真的第二次就倒下来了 虽然是林市高等 不过以外是提供民众 心灵暗闻的中所 特别在地堂过后 并对厨房的生活 已经跟吉台高等的厨房中心气候 我们的厨房间 是分别的 因为我们的厨房 和爸爸 然后我们的厨房 因为我们也会怕 他们会跟着那边 但是他们会在厨房 我们就会跟着厨房 我们也会跟着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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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希望欧君平陈立委回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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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层经历水就这样政下众人的希望 大家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抵护后原本他的生活是人家看火是吃油災 不过在两厘厘前才受到资责 他到底了社区的宽布 不然是自己做亚大董出来的人到定来做 现在他的生活虽然说很忙 不过竟敢有意义 抵护后做上话出来所有的事情 现在全部都包办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宽布 而且不只是他无用 也担当专家来倒立 平常的记忆 现在是最好的棒手 帮忙整理分裂 也做到宽布站 爱心回收 跟你的隔楼上 也是看得到女孩更害羞的事 这么愉快 有没有爱心物品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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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愉快 一家一家做回收 最佳人都支持 有环保好对人类是一种贡献 真的是 如果是人类环保好地球 你自己来找他自己 真的是自己 地球你爱护他 他也爱护你 做到这个地球进入来以后 做得非常的开心 我要这样 不分支付高低 对吧 不分年龄大小 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要一个共同的目标 为地球减负 周奶奶是这人已经接触住这 一家这一家家 不及别给你大同情人做回家 我说我心里非常高兴 说真的 他们都很听话 因为我跟他们说 这世界非常好的事情 为台队尽心力 一家人的好感情也让人欣赏 台新闻 张勇 叶平 宿船博多 以上就是台义新闻的部分 还有其他的重要消息 我们继续中时间 跟国际新闻主播李文 欢迎订阅 避灾应对方法 警铃一响 学生赶紧拿书本抱头 蹲在桌椅旁边 铃声停止 孩子们遵守秩序 往高地移动 这是我第一次经验 踏起山岛 我感到害怕和惹 菲律宾强症不断 可能引发的海啸 严重威胁沿岸居民 明达纳尔东北方施亚高岛 在11月5日世界海啸日 54间学校约1300名学童 一起进行首次地震海啸演练 这场海啸防灾演练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与当地教育部门策划 孩童成为家里的教学大使 让避难知识更普及 如果他们可以告诉 他们的父亲和家 这就是重要的事情 海啸虽然罕见 不过一旦发生破坏力无比惊人 1976年菲律宾南部强震引发海啸 造成约8000人死亡 大约新闻张公田编译 由于古巴支持委内瑞拉 让川普政府加大了施压的力道 因此让当地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而为了要防堵资金外流 古巴政府实施了15年的 这个禁止使用美元的政策 现在是终于宣告结束 首都哈瓦那现在新开张的第一批 是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商店 民众手上抱着一大箱战利品 还有人把刚买的冰箱 用推车运出来 古巴首都哈瓦那 15年来第一家用美元交易的商店新开张 民众趋职若鹜 古巴政府为了对抗美国经济制裁 2004年下令禁止美元流通 就兴起了跑单帮风潮 很多人借着海外旅游 带进各种家电用品转售 赚取高额价差 估计外地消费一年就高达20亿美元 如今解除禁令 原本一台要价650美元的冷气机 现在半价就能买到 大大减轻负担 这些商店不是用现金 民众必须先在银行 开设外币存款账户 刷卡支付 目前哈瓦那开了12间 未来全国将开77间 希望能防堵资本外流的情况 由于古巴主要盟友 委内瑞拉自身难保 对古巴的援助大不如席 美国又加强制裁措施 禁止人民前往古巴旅游 让古巴再次跌入经济深渊 民生物资短缺 美国川普政府还加码宣布 将自12月10号起 除了哈瓦那之外 禁止美国航空班机 飞到古巴其他目的地 加强施压力道 恐怕将对古巴经济 造成更大打击 大爱新闻女方编译 这是一种人生的际遇和选择 从中国科学院退休的教授 景玉辉 因为因缘际会 接触到了静思语 也触动到她的内心 而晚年她更是投入了慈悸 也挥别过去 暴躁易怒的习性 善待家人 而对外人的态度 也转为谦和 她说自己虽然是落日余晖 但是也要能够照亮他人 一个有用的生命 到了王国的时候 应该刺激灭 那么我这段灯火 在哪里 我这段灯火 应该照亮一个什么样道 台下如雷掌声 赞叹她的耻目之年 不空过 学术界翘楚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景玉辉 因静思语和慈悸结缘 退休后全心当志工 景玉辉在好话中 静思沉淀还写的一首好书法 手写静思语小卡 人人珍藏 晚年会选择付出 源自于儿时家境贫寒 拾荒肚致 我吃的东西来讲 就吃的东西 发没了玉米团 当拿到课堂的时候 做午吃饭的时候 我都散开了 但是我好心的同学 看着这样 他每天戴衣大和 他就是三分之一 他那个三分之一 我的生命里有那么多贵人 我就想了要回报他 从教授到志工 茂迭之年 人生风景越发开阔 待新闻珍善美志工 江苏报道 为了让应义的照顾户 可明以欢庆 这个图妖节 马来西亚慈禧之工 是到照顾户家里面来清扫 而在图妖节的当天 更准备了美食来拜访 与他们一同欢庆家节 图妖节前 雪龙慈禧之工 到照顾户巴兰加 协助清扫 毕竟他年纪也比较长 88岁 然后最近我们发觉到 他身体状况比较弱 所以我们就 志工们就是大家一起 主员们一起安排 来跟他做一个大扫除 然后也顺便就是贴一些 好像他们那些 好像他们的对脸 让他们就是有那个气氛 除了清扫 志工贴心装饰 让巴兰加增加图妖节气氛 图妖节当天 巴兰一早 穿好节庆衣裳 迎接志工的到来 我们就在选择在正日 跟他一起度过 因为他毕竟 巴兰老人家 都是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 趁着就是这一个 迪巴兰加的这个Holiday 来跟他一起做一个庆祝 图妖节欢乐气氛 同样也在拉加玛里金家 志工准备了美食 一起庆祝 红包是拉加玛里金给晚辈的祝福 现场虽然彼此不同宗教 却能感受到大爱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周振华 张世亮 何永康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慈激幼儿园举办毕业典礼 毕业生是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是亮点 但是要让孩子们学会手语 懂得意涵不容易 而在过程当中 老师是一路陪伴 直到小朋友们在舞台上面呈现最棒的一刻 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 慈激幼儿园毕业典礼上最让人期待的一幕 但要既注经文又要记动作 北海慈激幼儿园小小孩儿 以情来捕捉 认真学习 过程中难免跌跌撞撞 把柳拜慈激幼儿园的老师们更耐心陪伴 有那个报恩手语的 本来有的讲要 刚要的时候很兴奋 可是一去那个练习了就很难 那么就觉得很难 然后就打退堂鼓 然后又再换人 有的甚至哭不要来 然后当然我们是尽量鼓励孩子 是说尽量去克服困难 然后一直跟他加强他的信心 你能的 你可以的 差一点要防护 很辛苦 然后为什么最后你又想 比较 因为我想到要有勇气 去克服这种困难 高原慈激幼儿园这次毕业典礼 用皮影戏来说故事 有一天我们结婚了 结婚了 来结婚要怎样 说我娘爱心哦 爱心然后向前 他们结婚了 结婚了后有宝宝 孩子自己设计创意无限 也相信他们的能力 我们这次派出这三位呢 两位是语言 语言方面是比较需要关注的 那为什么还要选他们三个呢 都是要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呈现自己嘛 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 呈现出自己的努力 也会是受用一辈子的学习 戴新闻陈瑞文 庄志文 马来西亚报道 人类银行调查 毕业生有五成五是自认 念错了科系 而将近有八成的学生 是担心所学不足 更担心这个一技职场不够用 也怕这个理论 跟这个职场的实务差距过大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产业 这个工作 毕业之后跟我所学无关 但是呢 他的薪资是非常高的 我们必须要去观察 就是说他这个薪资 有没有成长的空间 或者他的工作经验 对于未来职压发展 有没有空间 如果今天只是做操作型的工作 也许你旁边的这位同事呢 他工作了二十年 他的薪资跟你也是一模一样 虽然现在比起薪 业界一般性的起薪要高 那你要慎重考虑 因为这是发展性 可能会受到限制 所以这个工作 也许短期可以 但是长久来讲 是需要做有前瞻发展性的 面对就业市场的竞争 毕业学子呢 最担心学校学习的理论 跟食物的差距 也有六成一的学子呢 会主动学习 寻求多元管道实习 为工作来铺路 而至于食物上呢 也提醒就业新鲜人 要注意薪资的发展性 也要注意 不止为了寻求 职务上的薪资高低 而忽略了职业的成长性 为了配合108课纲 大学会参采科 这个高中学习历程档案 现在呢 教育产业总工会 是提出了第一线教师 面临的状况 包括超时兼课 以及这个行政兼职教师的人员 工作量过大等等问题 并且提出 希望能够解除高中职教师的 原额控管也提高行政教师的 职务加级等等 希望来减少新课纲 所带来的冲击 108课纲 8月份已经开始实施 才短短不到一学期 已经造成基层高中职老师 疲于奔命 为了建制学习历程档案 教师必须开设多元选修 和弹性学习课程 这些都需要自编教材 现在教育工会提出 希望提高教师原额的编制 才不会因为兼课 影响到备课时间 因为原额被控管 所以每位教师 每星期的上课结束 大概几乎每个人 都超过20节 一般来讲 我们的基本收入结束 大概16节 学习历程档案 事前需要繁琐的 前置作业 甚至现在 有些学校系统 也还没建制完成 教师兼行政职务 工作量相对增加 事实上已经快附和不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预判 明年的暑假 势必有一波的行政逃亡草 今年是高一实施 明年高二 后年高三 那这样的结果 势必说更加重 提高行政人员的职务加急 势必要来实施 工会呼吁政府 108克刚的冲击 不应该让教师孤独面对 如果政策方向是对的 就应该给予配套措施 否则可能影响 教育现场的教学品质 大约新闻 黄仪轩 柯信志台北报道 俄罗斯的西部 有一种叫做 顿河马的原生马种 全世界只剩下180头 正面临绝种的危机 而当地慈善家 是邀请了艺术家 来到顿河马的马就作画 希望借由绘画的作品 能够来传达 保育动物的理念 新闻最后就带你一块来看看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内容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